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聊天的内容一一展现 现场会有怎样的碰撞 当谎言被拆穿 他们将如何面对 我们的调解团队 又会如何看待 他们这场特殊的测验 他是很想以另外的一种身份 来唤起你对他的一种关注 你们双方心里都有一个 过不去的感觉 敬请期待今天的金牌调解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婷 近期我们金牌调解栏目 接到很多热线电话向我们反映 有某些情感机构打着金牌调解的名义 冒充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当事人取得联系 向他们收取定金和一定的调解费用 在此我们金牌调解严正声明 我们只有一个热线电话 0791 8834 0791 其次 金牌调解的调解 不收取任何费用 对那些打着金牌调解民营 进行欺诈行为的情感机构 我们金牌调解将保留 对其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 陈女士和王先生 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 各自有什么样的诉求 一样再过来 是第一次有这种想法 还是不是第一次 无数次了 一百次都不住了 那今天跟这之前的无数次 有什么不同呢 下定决心了 一定理 我净认出 我不要他钱 我的诉求是不理 我们这个二十来年 生活到现在也挺不容易 他的脾气反正比较暴躁一些 性格比较强势一点 他说是我的问题 其实都是他自己有问题 他也不承认错误嘛 曾经有一百次离婚的念头 都没有离 如今却要净身出户 坚决要离 看来陈女士这一回 是下定了决心 究竟发生了什么 会让他宁愿放弃一切 只为离婚呢 陈女士告诉我们 这得从前不久 一天深夜的 一通陌生来电说起 在家就是睡到晚上 一点四十几的时候 我正睡了迷迷糊糊的 接到一个电话 一个女的 打我老公的电话嘛 我就说你找谁啊 他说我是叫什么 以后会给我回电话 然后就说你干嘛 半夜三更打我老公的电话 他就一下子给我挂了吧 我就莫名其妙 要是打错了 你就说打错了就是了 然后我就给他打过去 我说你是什么样的 半夜你打你 你拿老公电话干嘛 他就骂我 你是说他没有正面 回答你的问题 对 他就直接骂了我 如果他告诉你说 不好意思我打错了呢 对啊 那我肯定不怀疑嘛 我挺生气的嘛 他就一下子给我挂了 我再给他打了 他也不回 然后我就是帮他叫起来嘛 为了他不说话嘛 最后我往脸上 打他两巴掌 我在那里哭了一夜 你觉得这个事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 跟人家聊天 不跟人家聊天 人家怎么会给他打电话 一样的 我真不知道谁谁打的 因为我做生意嘛 电话号码很多 在我们那方圆 这个几公里之内 都有我的电话 好 如果说你完全不知情的话 那依据他刚才所讲的 你觉得对方的反应 有些奇怪吗 我觉得没什么 很正常 他对这方面也比较敏感 经常怀疑我这 怀疑我呢 每天从早期到天黑 一直在干活 你看我有多少时间 有多少相控 我能不能总结一下 就是站在王先生角度 根本不可能 根本没有这个机会 让你去做他所怀疑的那些事 对啊 非常可能 半夜接到电话 就有问题的话 你半夜接到过电话没有 的确 单凭一通电话 就对丈夫起了疑心 未免有些捕风捉影 一个电话 就能盘盖一个事情 那是我错了 那我怀疑了你了 我不相信你 那底下这还要咋说 陈女士 仿佛手握着更重要的证据 原来 在深夜来电事件发生之后 陈女士一直对丈夫有疑虑 为了一查究竟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有移动公司 他没送了一个号 然后我就下了一个微信 由于陈女士 一直在城里陪儿子读书 与丈夫分居两地 所以他就利用了这个空档 假扮成了一位女网友 偷偷地加上了 丈夫的微信号 我一个立婚的女人 跟他聊的 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就想这一次 要是真的没有什么 我肯定还能 慢慢就这样过 陈女士 想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 去窥探丈夫的真心 如果丈夫能够经受住考验 那么就能彻底地 证明她的清白 可陈女士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测 还真测出了大问题 特别特别相信我 我说什么都相信我 就是聊了两年 当时对态度都不一样了 跟你平常看到的她不一样 对啊 中间吧 我说过程式 她给我发了一个200块钱 一个一生一世 是什么 134是吧 1314 然后她就说 小妹奶 你以后 我不会再叫你受到任何伤害 让我来去保护你 她说我真的想跟你走下去 她都要去开车过去 跟我见面嘛 好好搂搂我 抱抱我 知道吧 到现在我说起来 我这心里都是 扑轰扑轻 想大哭一场 知道吧 非常主动了 对啊 那你跟她说那些话 我没有说一句 就是说我想你什么 我想你抱抱我什么 我从来都没一句没说 晚上聊了两点多 我说你明天还要干活 你不会啊 她说小妹我不会 只要你不会我就不会 这样聊了多久 一直没有拆穿吗 没有啊 你微信吗 都在我喝醉酒的情况下 跟我聊天 每一次就是吧 谁说你喝醉酒了 你每次哪一次喝醉酒了 你没喝醉酒的时候躲呀 哪一次不喝酒 王先生 那天她以一个陌生的微信号 来夹你 你知道是谁吗 不知道 你是在什么状态下夹了她 先夹我一个微信之后 当时也没聊天 到第二天下午出去吃饭了 喝了就回来聊了几句 你把她完全当作一个陌生人 在跟她聊天 那到下一步有两点 我得问一下 第一 她说 以那个网友的身份 说她过生日 你发了两个红包 这两个红包是什么意思 对 对 有这个事情 她说呢 一个人在外边嘛 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也没签 没错 工资也没发 所以呢 也没钱花了 能不能借点钱花 下吧 为什么要发个1314呢 这不是借钱的数目吧 不是 那怎么会发个1314呢 再往下 第二个问题 后来她所说的 你很主动表达的那些 我会照顾你 小妹我会保护你 我会怎样怎样怎样 这些话又是什么意思 有起因 它就有结果 面对妻子的依依披露 王先生一直在极力地掩饰 此时 他突然话锋一转 直言 自己之所以会这么做 都是被妻子刺激的 为此 他提到了一个人 就是他以前的那个男友 妻子的前男友 跟他的这场网恋 有什么关系呢 在这个结婚 20年之前 他从没给我提过 他以前那个男友 就是他最近 就我们那个 县城嘛 有一家这个冷库坏了 然后帮他维修 结果就是他 他以前的那个男友 让我去给他修东西 现在他告诉我 他就跟我说 他给他那以前的男友 怎么怎么好 怎么怎么好 做一个男性 现在他们还在保持着关系 我听到这些话之后 心里是怎么感受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受刺激了 对呀 我就是去接受不了 才做的事情 你接受不了 你是见我去给他 对 做搂搂包包了 发什么不好的信心了 你说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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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女士 我问一下你 那个师父 就是他所说的 他受到刺激的 这个所谓的 你跟前男友联系这个事 是一种什么联系 先跟大家说一下 你朋友的身份 朋友的 对呀 好 然后你扮演的 这个女网友的身份 出现之前 他有没有跟你说过 我不希望你们这样联系 这件事情给我刺激很大 我接受不了 没说呀 从来没提过 对呀 你扮演这个女网友的情况下 我这个事情 我跟你说了吗 我还真忘了 这上面有 并没有作为重点讨论是吧 对呀 没有啊 所以他说 因为这个受到刺激 你是不能接受的 对呀 按照王先生的解释 是因为他发现 妻子跟前男友保持了联系 一时间接受不了 所以为了报复妻子 发泄不满 他才跟妻子扮演的 这位女网友 有了暧昧的互动 然而对于这一点 陈女士是怎么都无法认同 在他看来 丈夫分明是在 为自己的行为找托词 其实他就是 对女网友动了真情 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 陈女士迫不及待地 拿出了他们的聊天记录 这几张是吗 都在那里面 不可否认 在王先生和妻子扮演的 女网友的这些聊天记录中 我们看到了 他对这位女网友的 真情流露 你看 给人家多会说 给我从来没这样 说过一句 也看到王先生 对妻子的不满 一边是对王友甜言蜜语 一边是对妻子的诸多抱怨 陈女士内心的落差 可想而知 而耐人寻味的是 透过这一份聊天记录 我们发现 陈女士扮演的女网友 正在不停地劝王先生离婚 然而 那个嘴上说 要跟网友在一起的王先生 却没有提离婚半个字 你扮演这个审言 一直在催我离婚 我给你提过一个字 离婚也是吗 这一场试探似乎都在触及着彼此的底线 很难想象 当谎言被拆穿 这对夫妻到底该如何面对和收场呢 就是出来前几天啊 先介绍的 我发截图给他看了嘛 让他知道自己做了 是对着做了 他现在还不成立吗 就是你别再指责我了 你才是错的那一个 是啊 他没有告诉我 到现在他没有告诉我 我已经没事了 我要跟你说了 你刚刚才知道是吗 对 说谎 在那些日子 他在跟网友聊天的那段日子 你们两个人每天在生活中怎么交流 我天天给他打电话 我问他吃饭了吗 今天活多不多 累不累啊 天天 放回你自己的身份 你关心我 我累不累了吗 你看 说不到一块 所以回到现实生活中 当你以妻子的身份来跟他沟通的时候 就不可能像这上面这样的沟通 对啊 真是 以时感觉 心情不好吗 就是想找人聊天吗 只是想找人聊聊 对啊 不提这些事情了 他扮演这个网友 我发了好多信息 我一直都没回 最后这些天 我回了吗 就聊那几天 在王先生看来 妻子的这一次网络试探 更像是一次蓄谋离婚的阴谋 而他虽然跟女网友暧昧互动 但在离婚这件事上 他还是稳住了立场 然而此时 陈女士却表示 她这次抱定决心要离婚 不是阴谋 也不是因为丈夫的暧昧 而是她亲眼看到了丈夫 对她的诸多指责和抱怨 她代表丈夫对自己最真实的想法 对了人家说我不好 她就是说我不爱干活 不做饭 都让她饿了肚子 说她都是一塌糊涂 都没有一句我好的 自己辛辛苦苦 为家庭付出几十年 得到的却是丈夫的嫌弃 当这层只被捅破之后 婚姻已经没有了意义 就一直心里没有我 就是老对我不满 天天都对我不满 陈女士坦言 在这个家中 她从来都没有地位 从来都不像个女主人 这些年来 家中的经济大权 都由丈夫掌管 但是在用钱方面 丈夫却对她格外的吝啬 我们一起来回到节目 建议那么多年 二十年的机器 全部都在她那里 我每件技术五十万年 她说我不干日子过 我买电化妆品不让我用 我哥在那里陪图小孩 可是肯定要花钱的 是吧 我给她说好了 我在那陪图小孩上学 你一个月给我两千块钱 生活费 然后她不愿意 找了一大桌子人 然后最后把她说得没有理来 她就说 我可以一个月给你两千块钱 最后你给了给了 你不给了嘛 我给你要钱 你说我一个月 要那么多钱干嘛 我们两个就开始炒嘛 大炒嘛 不给你钱花 炒过你不给 你没在那个吃的 住的 用的 买衣服 买生活 钱都走哪里了 她骂我 我骂她 结果我骂不过她 我一气我都走了 最后我在县城里面 我堆了几天嘛 她也不哄我 她也不打理我 我没钱我怎么生活 我一气 我给她打电话 我说我出去打工去了 要钱那么难 我自己养我自己 小孩全部都给你 让你看看 天天要花多少钱 我就出去了嘛 我出去了 我再到服装厂 还没干活呢 她就给我打电话 老婆大人你回来吧 我再不对你这样了 咱们家的钱 全部都给你 咱们这个家 不能没有你 做一个家庭啊 吵架的时候 每家都会有 她每一次一走 心都像刀炸的意思 但是看你的 那个聊天记录 你也表达了 你确实过得很苦啊 所以她到底是好 还是不好 她这个性格比较 枪势 遇到事情和宠动 只要我们一抬杠 一吵架 她又要走 这里我走 我咋走呢 为什么要走呢 男人对我好 我为什么要往外走呢 我是不安日子过 我是给人家 那八天九地的女儿 天天不进家 上午吵着架 下午你就走了 家庭对我那么好 我还去往外跑吗 我跑了没人 他上哪儿找我去啊 在陈女士看来 正是丈夫从来没有重视过她 所以她才会一次次地离家出走 而丈夫对她的伤害远远不止这些 她除了在经济上没有地位 在情感上也得不到任何的满足 接下来 她透露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信息 就是她一直打了我十多年 天天打 陈女士直指 丈夫有严重的暴力倾向 所以当经济和情感都得不到关注和尊重 她的内心就曾翻滚过上百次离婚的想法 一百次都不止了 每次都是想狠心把那个婚离家来算了 她又那样求账去 是她感动了你还是你想到了别的 我想到了孩子 因为我爸给我妈离婚的时候 我才七岁 我受了好多苦嘛 人家帮我打得在地上都起不来 都没人帮我 我爸不在家 所以要是离了婚 人家打我儿子不也一样吗 怕孩子也会像你 爹 那这一次你想通了什么 让你觉得可以直面离婚这件事了 小孩长大了 同样的问题我也问王先生 刚才看这个聊天里面 你也说到 不离婚是因为孩子 自己又很苦 日子苦 我们经历太多了 直到今天都不容易 直到不容易会这样吗 充饮逐渐假定 但是更不容易 充饮逐渐假定不容易 你还不如这样对我来 没有我刚才共同动力 生意也做不到现在 那只是因为 这个创业的成果不容易吗 虽然我经常吵架吧 但是他对我这个 保如理解上还在有点 像我产的衣服 全部都他买 我自己从来没买过衣服 你有跟他说过这些话吗 一句话没错 假的 齿的 用的 全部都他呗 所以他看到的是 你对他也好 你对别人也好 只会说他的不好 而刚才那些 你心里认可的他的好 谁也不知道 我一走了他就知道了 我一回来的时候 他就全都忘了 这种男人不要也罢 即便丈夫一直试图挽回他 但这一回陈女士离得很坚决 这让我们不禁想到了 他自导自演的那场网恋 与其说陈女士是在寻找 丈夫部中的证据 不如说她是在一次次失望之后 用一种极为冒险的方式 寻找在丈夫心里的位置 而她看到的都是抱怨和不满 曾经的付出变得毫无意义 这让她失去了坚持的动力 确定了 确定了 刚才王先生意思是说 大家调整一下还是可以的 不可以调整了 陈女士决定不给丈夫任何的机会 那么这场二十多年的婚姻 真的就没有挽救的可能吗 观察员廖喜玉 建议双方不要急于做决定 但是王先生首先要做出深刻的反思 我觉得一个男人 如果说对婚姻不忠 你看看 你根本不了解对方是什么 你根本就没有半点的这种责任心 你就是觉得 我老婆她告诉我说 她有前男友 跟她一直保持联系 所以说 我就来去去她 能行吗 特别是我还听到的女妻子说 她跟你要钱那么困难 那你要想想看 一个女人在学校去陪读 要把家务料理好 两个孩子 真的会比你做生意更辛苦 生活上 她觉得你对她没有关心 经济上她也没有依靠 那你觉得 你能留得住她吗 你说她强势 你可能没有说错 但是 哪个女人 不想做个小女人呢 你在指责她强势的背后 我觉得她心里的苦楚 你没有去理解她 假如说一个男人 连自己的老婆都不知道 疼惜 都不知道珍惜 那 这个日子 还有咋过头啊 你说呢 南方 你愿意做调整吗 愿意吗 我愿意是吗 那好 那你知道她要什么吗 对不起 这些年 我做 我错了 别再说 我去打了 你别再欠我了 或许是内心十分的委屈 这一刻 面对丈夫的关心和道歉 陈女士 现在十分的抗拒 观察员李凡 决定帮助王先生 看懂妻子的痛苦 王先生 这件事情 她其实不是偶然 她是一个必然 这是一段看不见的婚姻 虽然好像是看起来 有孩子啊 有一个家啊 可是很可惜 这二十年来 我觉得她是感受不到 丈夫的爱啦 呵护了等等 你有没有懂得她 八岁的时候 她父母离异了 她特别地匮乏的内心 特别地缺爱 她特别特别想在 这一段的婚姻当中 找到一种依靠 所以她就通过一种 很笨拙的方式 很极端的方式 摇身一变 变成一个 所谓的离异的 陌生的女子 出现在你的面前 其实那个女人 就是她呀 她是很想 以另外的一种身份 来唤起你 对她的一种关注 不知道先生 有没有感受到 她内心的 想去抓住的 那根稻草 所以我觉得 如果两位你们 真的能够 看懂对方 去理解她的难处 包括今天丈夫也说了 我的妻子 人特别好 她对家人也好 对外人也很好 我离不开她 家里离不开 事业离不开 所以你看这些话 为什么你平常 不和妻子说呢 你说了 她就不需要再化为 一个女网友 来和你交流 李凡建议王先生 要及时地向妻子 表达真心 的确 虽然口口声声说 不离婚 但是王先生的 种种行为 并没有让妻子 感受到爱 心里老师李津平 试图解读 王先生真实的内心 从王先生与陈女士 假扮的网友 聊天的记录来看 去给人家发红包什么 还会发1314 你愿意用这种 时尚的表达方式 向对方去传递情感 证明你对情感有要求 比较细致 甚至还比较浪漫 我发现你的聊天记录里 不停地出现 所谓的打油诗 说明其实你是 需要别人认同的 你的内心自我认同感 其实是比较高的 你是不允许别人耍你 或者是别人小看你的 于是你跟陈女士之间 就出了问题 因为陈女士 她比较注重 大方向上的建设 比如说我管好孩子 我管好店 家里该做的事 我把它做完 搞得脱脱当当的 她已经觉得她很好了 但是在你这就发现 我跟你夫妻过日子 我的情感谁来满足 她不知道怎么满足你 所以你们之间 才会出现陈女士所说的 这种不满 那我需要提醒王先生的事 我们跟我们所爱的人 结婚之后 我们除了养家 糊口担当之外 还有一个责任 那就是影响我们的配偶 和我们在感情上同步 所以你要把你的需求 第一是相对比较直白地告诉她 第二你要鼓励她 用你喜欢的方式去表达 你不说她不懂 你不引领她不知道怎么做 陈女士 你对她的很多话会生气 是因为你不能全面地去理解 你只看到了 她跟你假扮的网友之间 聊天的内容 是对你的挑剔和嫌弃 但是你没有看到 她对你的渴望和需求 所以你才会这么生气 你才会今天坐到这儿 来放弃你的婚姻 而不是重建你的婚姻 你太过于承担责任 而忽视了真正的情感 链接方面的建设 和自己作为一个女性来讲 应该丰富起来的素养 你是一个国家的好能手 但是你未必是男人的好配偶 陈女士 你内心明明是想要关注对方 明明是想爱着对方 但偏偏地去做一些 让人不能理解 甚至有点气愤的事情 比如说假扮女网友这件事情 你的老公对你的什么态度 你自己难道不清楚吗 对吧 你为什么要通过这种欺骗的方式 一而再的再而三的去试探她 你有没有觉得 你在试探她的同时 也在试探你们这种婚姻 当你们今后在谈论 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们双方心里都有一个过不去的梗 所以你在做这件事情上 其实是有欠考虑的 你只是一味地很冲动地 想要去了解那个答案 但是你不知道 做了这件事情之后 一定会有很多的余症 而这个余症 恰恰是你们婚姻最大的威胁者 最后我想说 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要再通过以欺骗的方式 或者以离家出走的这种方式 去报复她也好 去指责她也好 能够找到一个比较正确的 合适的方式 去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 观察员们从不同的角度 给了双方建议 这时调解员胡建云决定 先给他们讲一个故事 有一个单元楼 下面有一个便利店 有一个人没钱 所以他经过这家店的时候 买东西会设账 但是他会经常帮这家店干干活 包括帮他们家里干干活 所以他一直可以设账 有个邻居看到 他心里想 那我也设账 但是我不可能帮他们干活 因为我比较懒 我就说好话嘛 也设到账了 但是再过一段时间 他再去那里去拿东西的时候 他发现那家店搬走了 别人就告诉他 老板是因为看到你这样的邻居 前面那个人很穷 他收到账了 他也没有及时还钱 后面这个人也没做坏事 那他为什么受不到呢 他把这个店下跑了 然后你想一下王先生 你对你的妻子就有点像这样 你知道说他很有价值 这个价离不开他 已经算是很高的评价 但是你再说你有两件事情 你不敢 第一件事情就是真正的关注他的需要 为他分忧 第二个 你说一百次对他好 说到钱的问题 那就是检验你 不是你这个老婆一定要抓钱 夺权 是很容易就看得出 你习惯于用什么方式跟别人相处 就是通过说说好话 包括你所谓的跟那个女网友互动 其实都是靠嘴瓶子 当然你的最高投入是一百三十一块四 我都有点笑了 一三一四 中间不能有多好的 你一千三百一十四都不舍得 说明你不但对你老婆 也包括对女网友都不珍惜 其实这个对你老婆来讲 某种意义上是个好消息 你是舍不得的 这就是说明在你的世界里面 自己是最重要的 你会认为你的小聪明 可以把握这个世界 可以守住你的财产 也可以守住你的家庭 但是你却不知道 有人准备在你身边搬家 今天你的妻子在这里 她其实是很为难的 首先 她不舍得离开家 因为她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话题 就是有一个港湾 但是很可惜 她这个港湾建立在你的基础上 所以她今天想离开你 就会丢掉这个港湾 这是她一辈子最缺的 所以你不要小看 你妻子她的感受 她的决定 如果你要重新去调整你自己 评估这个家庭的意义的话 有一点你要注意 就是通过聊天 你会发现你的妻子 其实也是有潜力的 她换一副马甲 你会发现跟她聊天也很开心 说明她有没有被激活的部分 你身为丈夫 不能激发你妻子身上 这一种可爱的一面 不能说没有责任 的确 在这段二十多年的感情里 王先生缺失了对妻子的关心 这才有了妻子 那一百多次想离婚的想法 也才有了那一次 看似欺骗的网络试探 如今 王先生会做出改变吗 这段经历了考验的婚姻 究竟该何去何从呢 调解进入密室环节 由观察员廖喜玉 带着陈女士进入了密室 一落座 廖喜玉直接了当地 指出了陈女士的问题 反对你 用离了婚的一个女人 来去跟丈夫 来进行这种忘聊 我晓得 你是想来探视一下 她对我怎么样是吧 是不是看到异性啊 她就会怎么怎么样 世界上有两样东西 不可以去探 一个是直视太阳 还有一个就是人心 之前人家老早都让我试探试探的 从几年前面都就给我想出来这个招了 我一直都没用知道吧 我就开始孤怜了 我家庭知道吧 我想女人傻一点比较好 不需要那么精 陈女士表示 网络的试探只是她无可奈何的一种举动 因为她根本感受不到丈夫的爱 所以才妄图寻找一个答案 如今当答案浮出水面 她只想离婚 陈女士虽然口上说着离婚 但她却没有彻底地关上这道门 眼看着还有一丝缓和的余地 廖喜玉希望找到解开陈女士心结的办法 最大的不满是什么 你告诉我 她就是走她爸爸那种生活 知道吧 我婆婆呢就是什么都不管 钱也不管 就是管管做饭 管管这个照顾我家里 然后那个钱啊什么都是她管着 我婆婆要有一点不好的地方呢 说骂就骂 我们两个也是这样生活 第一 她对你大男子主义是吧 她说了算 她喝醉酒 她说骂你就骂你 如果说你丈夫改掉这一点呢 改不掉的 或许是害怕再陷入公共婆婆的相处模式 或许是内心已经不再信任丈夫 此时的陈女士犹豫徨徨 而就在密室的另一边 王佳正态度则异常坚定 坚决不离婚的她 正在和观察员李凡 一同探索妻子的内心 寻求缓和关系的办法 她的确是在这20年当中 切切身身地没有体会到你对她的那种爱 那种实实在在地关心 客户 她没有感受到 她就一直感受到你对她的一种嫌弃啊 责备啊 甚至还有家暴 其实她提离婚 你知道为什么吗 反复提离婚 为了引起你的重视 所有大张旗鼓的离开都是试探 唯有悄无声息的离开才是真正的心思 所以李凡认为 王先生这一次还有机会 不过他目前一定要走好最重要的两步 第一换位思考 站在她的角度去考虑 你要去想她为什么会这么说 包括你真的要慢慢去误热她 这一颗冰冻的这个心 第二不仅仅是我们语言上的交流沟通 付诸行动 你的衣服都是她买的 你什么时候给她买一件衣服 包括她过生日的时候 你给她发个一三一四 这边李凡正在帮助王先生找到相处的办法 那边陈女士也逐渐地松动了下来 她给丈夫提出了两个要求 回家把钱全部都交给我存起来 钱要交给你来管 是这个意思吧 家里所有钱都交给我存起来 好 第二个 天天不要像我这个像我那儿不好 你现在坐到这里 我来去问一下她 她如果坐得到 那就好过 给她一个时间考察起 究竟王先生会同意妻子的条件吗 廖锡玉立即来到了王先生身边 老婆娶得来是来疼的 是来爱的 我带你过去好吧 去的时候就这么讲句 老婆对不起 是吧 以前我不懂得怎么来去爱你 是吧 也许我一些事情确实没做好 我今天表示道歉 我会干 你给我一点时间 如果我确实做不到 家里的经济全部交给你掌管 是吧 廖锡玉带着王先生来到了密室 他希望王先生能够亲口对妻子 做出承诺 这是他要迈出改变的第一步 家里的所有的经济 回去就交给他 干什么 你是小孩子干什么 陈律师突然将身体背对丈夫 他究竟想表达什么呢 在经历了情感和人性考验之后 这对夫妻到底会做出怎样的婚姻选择呢 敬请期待接下来的调解结果 密室结束 我把你好的这份协议给二位念一下 协议第一条 女方给男方两个月的考察期 考察期内男方要遵守以下约定 第一 男方将家庭现有全部财产 全部交给女方管理 但男方拥有知情权 第二 男方承诺与女方互敬互爱 相互理解与包容 第二条 考察期结束后 女方可自由选择是否离婚 男方不得阻碍 若离婚双方积极协商 协商不成 任何一方可向人民法院起诉 是你意思的表达吗 好 那王先生能接受吗 接受 好 咱们签字啊 王先生说点什么吧 王先生说点什么吧 老婆 你对这个家庭付出的也太多 我做的不落合 以后我会改正 请你原谅 我做错的事情请你保证理解我 咱一块回家吧 我也不知道这一次决定是对是错 我也想把我自己的家庭告好 我觉得今天节目可以给电视机前很多陷入困境的夫妻一些启示 其实当你们都觉得不理解对方 或者说嫌弃对方 甚至责备对方的时候 你可以去换位思考想一想 但当我们真的坦诚的去打开自己心扉的时候 心与心是可以靠近的 所以 经营婚姻家庭 真的 不是仅仅去看到对方的不足 换位思考 看见自己 才有可能去看见更美好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